经过近四周的治疗与休养后 卫冕军勇士队柯磊佐一善欲复出 虽有上场时间限制 但火力依旧凶猛 上场26分钟 17投13中 标进时刻三分球 夺全场最佳38分 驻队以141比128击败灰熊队 用胜利为2017年划下据点 勇士队射手柯磊昨天复出狂标三分球 全场投进十个三分球 每连设分享 赛后柯磊表示 感觉就像第一天上学一样 受伤让他明白能上场打球是多么幸运的事 当他早上醒来得知可上场比赛 感觉很棒 很喜欢和队友一起并肩作战 对于自己可投进那么多球 柯磊感到有些意外 并透露状况比预期的好 这真是一场有趣的比赛 柯磊自12月5日不顺伤到脚踝后 休兵十一战 他坦言在场边看了十一场比赛 难免会怀疑回来的状况会是如何 也不知会发生何事 昨天终于有机会上场奋斗 令人惊喜的是身体状况比预期好 柯磊商与付出 为球队带来良好化学效益 团队投篮命中率高达五成八八 勇士教头柯尔表示 柯磊付出让每个人投篮都变好了 还不忘开玩笑说 柯磊让一切变得更好 食物变得更好吃 甚至连我的妻子都变得更好看了 队友多兰特表示 很开心柯磊回来有惊人的表现 是他们所需要的本战灰熊 手感很好 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火力 尤其是三分球 所以看到柯磊有此表现令人高兴 灰熊临时教头比克斯塔夫表示 勇士的表现惊人 可能是因为柯磊让勇士整体的表现不同 所以他认为勇士一直都在等柯磊回来 NBA战报分享